孙安佐罪名在天一条,邱章,为确保定罪遣返。 律师邱章,又,表示持有犯罪工具这条罪,是为了将孙安佐定罪遣返。 徒翻射字眼书,2010804.12 一人敌因,孙鹏的独子孙安佐,因开玩笑说要在学校开枪遭布,根据美国法院最新公告的案卷,除原先被指控的恐攻罪,因搜出他拥有超过1600发子弹,现在加上一条持有犯罪工具罪名。 律师邱章表示,这一条通常都会加的,因检方要确保能将它定罪。 律师邱章,也透露,因前一条恐吓攻击已够大,加这条只是要确保能定罪将孙安佐遣返。 孙安佐于3月26日因玩笑话被老师通报后,遭到宾州上打笔,Upper Derby,警局逮捕,被指控涉嫌恐攻罪。 4月2日上打笔警局再度召开记者会,说明查获孙安佐持有的手枪与超过1600发子弹,目前孙安佐遇审庭预计25日举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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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